明天 Evening 車伍 您的直播 我們現在再看第二段 第二段 一百七十四點第二段 這個醫法修行這句話 醫法修行 這句話是叫醫如來建稿 不能亂收 不用亂收亂收 還要做生,我們就走不走路 聽不懂,走不走路,還要走走路,很麻煩喔 要知道嗎? 但是走不走路,要走走路,很不可能喔 聽不懂,譬如我們早期在百種的發問去走 現在跟他說那不對,他沒有相信 聽不懂,他沒有相信,所以還要扭轉回來很困難 就有特別的大事,比較有可能 所以這個一定要依儒來,他們就佛得 就是客力,比較叫做佛得嘛 但是他跟我們教,教我們怎麼修 就要依法修行,但是眾生依法修行 雖然金性不一樣,怎麼叫做金性呢? 說國人的這個金基不一樣的意思 不一定啦,不一定,當世就可以 現身叫做佛的目的,建法的建法 建法的建武生法人 因為眾生的金基不一樣,所以不一定 大家都可以當世,現身叫做當世 就能當建法的目的,但是佛法喔 對於這個法的提法,佛法的法 這個有兩種說法,第一就是佛經佛的說法 你聽看有沒有,這個叫做提罕 名利有沒有 如果沒有名利,一定要有人跟我們解罪嘛 那麼這個是比較抽籤的解罪 第二就是佛法,那個無生法 你是不是會向提罕 那個叫做提罕,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以前我說那個叫做理解佛法 那個叫做理解 後面這句話說的那個叫做提罕 所以理解跟提罕兩回數 不過理解做跳伴,重點是提罕 要注意這點 不過如果理解不對就不會提罕 要知道嗎?理解不對是不會提罕 所以歐吉人啊,絕對不能認為實現實在死後 聽到沒有,不是喔,這絕對不是這樣 當世的解佛,正在盤,這是比較重點 但是這沒幾個啦 但是歐吉人啊,絕對不是實現在來世 不過這是實現在來世,我們怎麼對啦 不過要留來看金星的解佛會不會 對啦,因為有時候我們要大家看佛 一定要經過一台阿正基劍 到正無聲反嘛,這個時間就很短 但是現在可以實現在來當世 這也就過去有一個很實在的修行 沒有金星是比較不可能 所以這個重要是說,現世修行 現世改團 絕對不是來世改團 可以現世直正 不是在佛的世界開放這樣 但是現在這個是怎樣 非常實在 如果有很輕的經濟 比較有可能 如果不是不可能 很輕的經濟 所以我有給我們主意鼓勵過 你如果金星黏到正 這個 這個叫黏心珠對不對 會記一個月 黏心珠的人去開放就結束了 因為一般人都不會正嘛 不會正就是說今天 在日常生何生 每一時段應該做的考慮 你都控制不好 還有一點 改生的不能生 改不改黏的是黏到一大堆 那黏一堆出來 就是我們人的這個 內飾經濟非常複雜 今天才會這樣 但是你如果 我告訴你 你當時要黏心珠 今天真的拜佛 真好過喔 因為這我本身的體驗 我怎麼會有體驗呢 本來我也是亂亂 怎麼亂亂 譬如說今天這本書 我要來看 有時候也坐不上去 那也想不到 譬如說這個法義 如果是比較親也想不到 我去三段台階 夾拜佛 夾拜佛 那種電腦那種切法 夾拜佛 我現在在我們國外生 在關上那個 這個假尊 是放 我們本書社給我們 那麽女佛 那放 但是他那個所在 都把它轉暗 這樣 我們在主婚師 都把它轉暗 轉暗 我就說 因為這個拜佛 一定要關上佛 嘛 我現在我現在 拍下去 我就安靜安靜 我們參會啦 參會 第八色的這個 業績經濟救佛 到鳳宮 現在我就 現在我們就 一邊 下去 一邊起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現在 我現在 起來 跟他們拍下去 我就台師 在關上佛尊 整個精神 都集中在佛尊 你們這樣 如果拍下去 我就知道 求佛到鳳宮加比 我現在去關上 我現在關上 有時候關上 佛到鳳宮 叫我像這樣 所以 我在那個 三十二天的三段台階 拜佛 晚上拜佛 可能應該想到沒有 就拜二五天 這樣 有時候 拜到兩點三點 晚上 那幾天 可以說 我本身裡面 有很大的 讓我們不同的 這種 心理建設 起來 政法起來 所以三段台階 回來後 一定要拼翻 有拼改替 可能在這個問題 我 有 有這種 有這種的情境 這樣就對了 如果你們 今天 在家去三段台階 在家佛尊 說你們要拼改替 一定要這樣 是不是這樣 一定要拼改替 所以你開一天 可以真的安靜安靜去拜佛 真的可以再改替 那麼這個組員 我跟你說 你地匯就開 心會正定 跟黏心族 跟定心族 這樣 回來都可以了解 你自己 買入去三段 到三段台階 出來之後 你本身有時候 在地匯開發中 你就感覺真的 讓你想不到 一個好處 這樣 這個我現在說 我會經驗給你們聽 這樣 但是因為其他 我們在師兄弟弟 那幾百 有人就說話 有的沒有 雞膠膠膠這樣 聽不懂 我心裡有哪一段 最受限的 不平衡 說今天是大家去年 去拜訓 你們再這樣說話 這邊也說話 這邊也說話 有的是每天都拜 有的就這樣說話 我既然這個說話 這個跟那個說話 就在那邊 坐下機 那樣子賣不好吃 這樣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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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搭誰搭去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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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就變成粗糕啦 如果沒有就粗糕啦 如果沒有就粗糕嘛 因為在家中可以從其中到粗糕而已 因為沒有出家 沒有得到數個的一種追蹤 如果這樣叫做什麼呢 不必在另外一個世界去實現 聽說 就當今天在三部世界 佛尊 他觀察在三千代全世界實現 譬如說你金星不開花 但是如果沒有呢 在這個三部世界裡面倒數就因為 將來你也最平衛了 我說我聽不懂 你也最平衛了 因為你有時代受傷 對這個涉色的清淨 你已經完全精通 就有時代流行受傷 所以這個就是實現在我們這個世界 這個意思是在說 不用說我就跑來對家的世界 在阿彌陀佛來流離國土不必這樣 但是這個所在就很好 幸福了 因為我們這裡更加急修 你知道嗎 所以佛尊主 如果可以依法修學 要記著這個依法修學 就是代性犯法 這個中德犯法 如果有人跟我們一起 就可以了解什麼叫做中德的理 就真的可以留心這樣 這樣下去修學 我告訴我 絕對不用等到未來 就是當世開安 意思 量不清楚就是當世開安 我們知道嗎 所以不用到未來 不用到未來 不用到達方 你就能夠現財 究竟實情和實驗 當世就好了 所以我們會記得 這個中德法很厲害 不過現在這個子 一定要先理解中德法是什麼 這個就是了義法 了義經這樣 所以不能盲目 這個時候不能盲目 如果現身 就不能體貌的解決 將希望 教徒在未來 或是退後 這是比較苗夢 這個我的意思就是 叫我們要實質 金聲金色 要努力 聽到嗎 要實在努力 不可以說 將來三春開 當麥酒要拿下來 忙忙忙 不要這樣 現在很多負地主 就是這樣嘛 有的問說 你金聲死後 要去哪裡去 他說我也知道 聽不懂 這樣就不對了 我說不對了 你當金聲不可以解決 你也知道 我將來 我眼睛拿去 我要去的氣室很明朗 必須要這樣 我就是身邊的人 會跟他接人 我就絕對輕盈 或是說你金聲說好 我來去 我隨便來 或是說我 我不用 我來生 就是對日子 不復合 我不要來去 想要先進行 這個賓農法書就這樣 賓農法書 賓農法書在這個 那間什麼時候 法官室 法官室 那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他要翁姓 他就把他接住交代好了 他年紀不多 五十二歲就翁姓了 他說我來生 我沒有買來這個國土 我買來這個 對一個國土 因為那個國土 目前沒有復活 他買去那裡 你看看 這有錢賓農法 他隨著這個什麼 隨著這個 就能去 但是今天這復活 如果是收到我 像賓農法書這樣 我告訴你 那是真的 大乘菩薩的最準 有的 歐北種 你怎麼種什麼 還要 海人要死去 很煩惱 我一生這樣種 我現在已經要翁姓了 那我是要對 然後再起念 涼 涼在架禮 有的沒有很亂 很亂 很亂 心情很亂 又是 接著世間俗 這樣無沙沙 這樣 當然他就 要去的地點 就沒有健康了 所以這個 不可以跟他說 有的人死去 非常妙 所以這個定義 他沒有真實的體驗 無實在動性體驗 復法 跟我們說的 什麼叫做復法 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 一定要結局 今天要怎麼結局 譬如說 我們今天既然 在人間社 在力道中 我們出息在人道 還有這個好因人 可以來共同 研究大乘北共法 的這個 又是中道法 這樣 那麼 你不能不結局 聽到嗎 就是你今天 聽不懂 你直聽就有了 聽聽就有 這樣 這個是在說這樣 所以復法中的中道形 就是中道 法改第一 神體 法改 那麼這個是中時 因為這個重要是 叫它開門 所以這個中時 在這個主地 主角 和主作情 這個地 就是什麼呢 先對這個中道形 看怎麼收這個 叫做地 因為五神法中時 就是為佑 大乘菩薩德 才能成分 要做這點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但是這個角 就是說 減角 減觸角 起一分的無名 就開悟一分的祖姓 明朗法 這個叫角 那麼到後 那個實在 開悟這個叫情 我們知道嗎 一定要這樣 是剋自己 剋彈力 是稍微 應該是剋主力 要比較強 所以有人以為這樣 現在這句 兩種的說法 有人以為BQ出嫁 就是佑 來生的幸福 這樣 有人是這樣想 如果說我怕要出嫁 就是為了未來世 要出嫁的幸福 要出嫁的幸福 但是另外一個 就說這樣 說不是喔 出嫁是誰 非時禄 不是未來世 是現正禄比較多 你當時 開悟自在比較多 聽到嗎 這是重點是這樣 所以今天就說現正禄 就是主角 主情的解脫禄 你今天已經開悟 我告訴你 心情非常輕鬆 那就是變成兩種人生 不開悟是不開悟人生 因為不可以出嫁 如果開悟後 不可以出嫁 所以這個管務法 會是一種貼回 建政 絕對不是苗望 不是說那個 是虛無的問題 不是虛無 所以 不是難得 絕對不是難得的啦 那麼會免得來看佛道 所說的這句話 比條形如是 無必生前 無形如是 以條必生前 這樣 這句話是怎麼說 譬如說今天 在時你所修的行 有真正確 如是就說 含佛道 會發疑真 有客戶 但是你暗時 一定要 一定 再提醒起來 有進化提醒 但是 暗時 這個行 你怎麼知道 沒有理會主 來建造 不過你明天才去 如共這樣 這句就說 日日進化 意思 日日就有進化 所以 這個就是處在 這個中 中阿寒念 處 經臨 那麼 當然 這個就是 比較容易達到 問題是 學者 就是說 我們大家 我們共同 我包括在來 甚至你可以 順中佛道 會開 道 來進行 這樣 問題是 這樣 有的人 是好營養 可以聽到這個 中德法例 但是他就聽了 聽到說 還沒感覺怎麼樣 他也沒有助長 改行 當然 他心 就不穩定 他也沒有助長 他也沒有助長 那麼他助長 沒有助長 就聽到什麼 這個改無主義 他就是說 參會也沒有信長 這樣就是說 沒有順中佛道 開道入行 問題就出在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自己想 我們今天學法 聽經之後 是不是 你有沒有事實在 進行 現在自己放心 自己 主委你們要這樣 我也要這樣 聽到嗎 因為我就跟我們說過 如果沒有黏心族 跟頂心族 地匯不會開發 如果說一個 刷法這麼地匯不會開發 我告訴你 說的話都不足利 聽到嗎 電腦掌摩 自己跟掌摩中心 這個不行 我們大家 你今天要不要刷法 這是對 不過你總是要實習 實習有主導的本書 那麼將來 倒塌 比較有實践 你如果說沒有主導的本書 你要倒塌很困難 因為發言不順 聽到嗎 要知道這個問題 對這個法的實情 跟可能 那麼這個佛道有幾立 才會說這樣 佛道有幾立 法的實情 跟可能性 佛道有幾立 也在說這樣 這話是怎麼說的 說世我們 來姓 meantime Heroes 尋來移答 先出場戒律,你如果戒律有這尊修 那麼你當然就沒有再煉鬧 煉鬧就是痛苦的意思 痛苦,不過你沒有煉鬧你就完了主宰 你當時就主宰意思了,聽不懂? 所以我告訴你,現世你修得好 我告訴你下半世就很好 因為我剛才說過,是修的人兩三年 如果不想修二三十年也不會變化 會想修兩三年就變出來 那個時候這個心情就很開朗 換得很好,聽不懂? 因為心情喔,心如果清清,那麼一切夾律就不會開 不會開就不痛苦 如果是夾律不會不會開,你說好啊 提神、市府、一大堆,這個夾律會感受 我告訴你,我們國中的這個法 沒有,跟那些凡事,那些旁邊有夾律會感受 為什麼有人說不免許廟 才會去弄壁弄社會,弄電波條 韓多禄把人家給你打 我說你聽不懂? 韓多禄把人家給你打 那不然就衝你,讓你副情感錯亂 黑白有這樣 我說韓多禄把人家給你打 另外有邊家給你扮韓多禄 讓你扮韓多禄,讓你扮電波條,讓你扮一塊頭 發好的社會 那不然就有人家給你操作這個心,讓你繼續 敲車去弄完 那絕對有東西在旁邊跟你的業 但是現在這個事跟我們說這樣 現犯,裡面你可以修這個概率 你就同學主宰 因為你實在在修了 那麼絕對不是未來 非時就說不是未來 非未來時更通達了,是在現犯法 你實在有在修,就開過 你有實在修就遠足夠 那個因緣就遠足夠 這是在說這樣 這個就是十阿含,冠二十五百五十 這樣 但是這個非時通達 這句話就說 這句不太時 這句不太時是說不太來時 意思是 不免單太來時 因為這句不太來時 就說 所以平時你實在沒時間想太多 要是多久? 注意 你當時可以抗爭是比較好 你不能說單太未來 因為未來多久叫做未來 我說聽不懂? 是來世還是未來無量世 這個跟我說沒時間太多 所以什麼時候 不可以說什麼時候都可以抗爭 不對 但最後是當世抗 不要等未來 所以這個在現犯法裡面 放了一個 要做什麼? 要做 粗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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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世抗 不能這樣 但是要實在修啊 不實在修怎麼會抗爭 這個中文學說這樣 意思是說 你如果可以修行當家座 替悟 這個中度法 就是開悟無省法 現在 所以這個 三代阿前幾乎 很難說 有的是當世抗爭 因為 我有跟我們說 那個無量儀經 我還不記得 我有解釋過 無量儀經裡面有書 所以你如果是 照無量儀經下去修 你可能當世開悟無省法 做粗世抗爭 有人種二堆 有人種三堆 他的相關是 做八堆佛爭 就不退鑽 那個無量儀經就是這樣 所以當初 地價歷書 開始修行 就是按照無量儀經下去修行 所以 地價歷書 在我們當初這邊 一些台地 都要把修行 修行 修行 這樣 你知道嗎 那真強 所以我們今天就 大家看到 這樣會不會最好 最好 這樣 所以 佛德 佛法 對無入室正地 實實實實去正誤 這樣 是真正 中式 怎麼 當時 你說佛德 當初 旁邊 我們要修行 要修行 都當世開悟 佛德 在旁邊跟基督 都當世開悟 但是大家都實在想 以非 是這麼多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標識 學者 一定要穿完 立體 你如果 實在有立體的位 說一句 確實 是不可能開悟 也就要 要使用立體 聽不懂 因為這句立體是主導 立體堵塌 所以立體堵塌 就是說立體 另外一個叫做標識出來 立體就是族性的鐵 那麼這句立體就是標路的用 佛德主要像樣 聽不懂 要親生去學服那個人 所以你今天想來有立體 沒有立體 注意我現在跟大家說 人有怎麼看的會有 那麼看有兩種 有兩種就是 行為動作 疑言 因為這個身高以來 你如果沒有立體的人 是亂來 對不對 那你如果有立體的人 我告訴你 你注重這個身高 他的表現 另外一段面相就出來了 聽不懂 我現在再看一個 注意一下 今天這些物 這些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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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不好 你裡面的物件好到不好 就像我們人家 那時候這些複雜的物件 好到不好 會標路在外面 不是標路名 我們而已 那個 那個 殺到鹽 我家有機器忘了 龍舌 都才對這裡表現出來 但是你這裡如果沒有 你這裡如果沒有 你這裡如果沒有 心形 注意 你該做什麼 這裡都沒有 這裡如果都沒有 你的心形 就很足利 考驗也很足利 這裡 我們附近裡面說這樣 附杖的靠筆 來 附杖有三筆 剛才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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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因為 你已經開了 我心想說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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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跟你 他今天去台地道輪延這樣 我們現在反乎到最後就可以這樣 會三遍 這樣 這個身材因為佛道有這種水準 我們現在也要調這個水準去走 這個大概我告訴你 什麼叫做身邊 佛道最究竟的身邊 佛道在發肥中 將身看到佛心 水果人的因緣 有時候看他的身材是黃金色的 有的看佛道的身材是白金色的 有的看佛道的身材是十八色 十色 十飛色 十保色 十保啦 用佛收成心這樣 但是他今天去是怎麼可以這樣 再來有的看到他的身材是一里冠 有的看他的身材是十里 有的看佛道有大身邊 不可思議 這個叫做身邊 但是他為什麼可以當身邊 注意 他就是社會呢 就是有這個生苦做無量的菩薩業 做無量菩薩業 因為我們今天要去救助眾生 必定要進行 要聽到嗎 注意 對罪欠的 你一定要幫助眾生來結言 你知道嗎 幫助眾生來和佛法結言 你們都可以做 不是不可以 譬如說一個北冠在街 你們盡量去救 苦口沒什麼就去做 那個幫助眾生來結言 佛道就是在這個生苦裡面 過期無量菩 就是一味給助眾生 但是眾生的這個生苦 是都有殺到營 但是佛道 當然要斷這些問題 斷這些煩惱 甚至要徹底內行 生苦 身體內行 救助無量種生 所以高普生苦就變成這樣 無量菩薩 黃金生 白金生 十保 十保生 一年一年十里 這樣結辯 不可思議 那麼第二 叫做疑病 怎麼叫做疑病呢 佛道的靠病 就是佛道在殺了的時候 一里過 聽到佛的音聲 十里有哪可以聽到 十百千萬里 都可以聽到 這樣 就想看看 譬如說今天 無量世界的無量菩 都有這些光景 我們如果是年金 有完通 我告訴你 一切菩薩的光景 我們都聽到 那像那個什麼 那個 太極了 聽到嗎 好 那就是菩薩 在對著這些光景 我們像電視 再開了 我們這個開關 如果清醒 開了就都看到了 東方就是菩薩 西方就是菩薩 在那些光景 那個道長 現在做什麼 我們都知道 但是佛道的說 會有 一里 還是兩里 三里 十里 八千萬里 那種聲都可以聽到 佛道音聲 再說 一個火中 如果有很多種聲 在那聽見 佛道的說法 有的人 如果是健談 佛道會舒爽 便會一句話 給他舒爽報師 他聽到就是佛道的鼓勵 他報師 如果有這個種聲 在火中聽 這個種聲沒有給他修改 但是佛道幫助音聲 讓這個種聲聽到 就是修改 在哪裡 偏偏這樣 要就說修改 就你給他 但是這個種聲 因為本堂 佛道就改靠靜 我現在說這樣 六的人在那聽見 這樣來講 這六的人就是 各種的問題 鹹灘 輝煩 海苔 情味 這樣來講 佛道有一個音聲 就鼓勵他 佛思思解 嚴重靜靜 閃靜 閃靜 一句話出來 變這麼多法出來 我們知道 可以 國人 隨心所聞 那麼這個佛道就是 無修夾以來 他靠夾 不可以做到 但是 他不斷用這個水 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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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一句話 變現無量音聲出來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那麼第三 第三 叫做異面 怎麼叫做異面呢 就是 佛思想在這個 積定中 在這個 視位觀察 那個問題都不可思議 所以這個叫做異面 不是我們中生想的 所以今天這個佛提主 現在我在外國工作回來 再工作回來 那個 我們如果可以 對這個佛法 如實情 如重視 這樣就是 充滿到這個利益 和得行 所以這句得行 我們就是 信靠他 不要作業 就是 政府來做到 這個 道中生的業 那 嘴 我們要來把鋼蓋佛法 來度中生 不要說說 那個 不正經的業 不意義的業 都不要說 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異面 我們的內心 都想說 我要怎麼來沈舊佛法 要怎麼來度中生 這個叫做異 佛法就是由這樣 成舊到未來 沒有最正確 所以這個 包括立體和異面 這個佛法的神聖明 所以這個 不是那個什麼 不是那個傳統 那個傳統是說固定 佛法不固定 佛法是因機欺負 佛法 佛法不是那什麼 不是固定方式 再說 佛法不是課塔力的宗教信用 那個課塔力說 神要讓你去就要讓你去 要求就要求 要求就要求 不求就不求 那個叫做課塔力 但是反乎是課主令 在佛法裡面叫我們課主令 盡量自己去拼 聽不懂 就說 佛人會勝佛 我也要勝佛 聽不懂 這意思是說 自己要好好去拼 絕對不是說 你今天要注意一點 我不是拜佛就是要課佛 你要注意一點 不是說今天我拜佛就是要課佛 我今天拜佛就是要課佛 我拜佛 這樣 佛佛讓我做無用 我要照佛佛這樣下去想 這個叫課主令 你知道嗎 那麼這個就對我課前的 的生活 佛庭 你對他就是說什麼 反乎的生活 你把它打掉 聽不懂 打掉 不要再在生活 在這個課前的這種生活上 和專法為政各的生活 中途法要跟我們教 那個就是關鍵 關鍵就是主點 今天 反乎的生活 趕快盡量淡補 因為反乎的生活 都是政策的名利金錢 看能夠思極做成功的賣 看能夠怎麼做到現世錄的賣 至於這樣會越療越輕 聽不懂 他們的脅力越做越強 就越療越輕 就是越貴勒的意思 但是我們今天 如果是能夠 知道那種法 在中德法 一切是因緣所生 一切是因果 那麼 政策是不對的 那麼你就轉化 建國生活的關鍵 這就是 反性關 反乎性性的關頭 對於性有消性 這樣剛才 沒有多大差別 因為這個重點 這個點 沒有差別 這個主情 這個點沒有差別 但是不夠下手 方便跟究竟 有一點不一樣 這樣 因為消性是主導 代性是倒塌 但是在這個重點 裡面 我們是要重度 形態可以主角 這個意思是說這樣 那麼來 已經有正確 那麼你怎麼像我這樣 這句話是說這樣 已經有正確 所以現在在說 順無法 二現確 譬如說我們今天按照如來 警告這個了義 代性不強法 這個叫做順無法 但是你現確法中的重度形 現確法中的重度形 這個第一 就是該說什麼呢 說到這個法政策 你一定要盡管法政策 不理法政策 但是不理法政策 這個八項的正行的方 當然我們都知道 政見 政辭委 政議 政調政靈 政政 正念和正念 但是主張在政見 因為你今天政見中德行 政見中德法 這是比較重要這句話 不是一般說一個理解而已 不是這樣 因為這個是比較糟糕 所以法政見這個政見和夢 是主張這個和政見 所以 但是 所謂 理義 所謂為中德 法政見是中德 我們知道齁 但是色尊 我們一般明確的說到 說目求欲農 做那個極下前夾 第二 這個叫做凡夫行 就是 實際說這邊 還知道一點嗎 約目求 主心的庫行 因為祝庫非正行 無疑相應 這個又另外說這邊 兩處 二邊 這是其中德 現在這句話就說叫我們色尊人 我們今天要學法的地主 你不能再 貪到色尊的憂鬥 聽到齁 因為這件是比較下線的事 有地主如果再貪到色尊的這個 我現在說一下 你不要懷疑了 付色尊人 如果再貪到色尊 真的會害死人 我聽聽到齁 這是色尊人的這個 色尊人的這個問題嘛 包括色尊人的問題齁 這句話就說什麼 這個不疼 再想過的討論 他只要是 盡量學兄 師債 動手這句話給樂信 就是胖子母 竟然 году是過期的營業 但是今天 就成為動手 我好聽到嗎成為動手 所以這句話不行 在討論社會的什麼 情形被祭啦 感情問題 這不用再這樣 因為祭以前 要修行做一個債家的技術 不像技術路 技家的代得者 你知道嗎 那是如果你還在探求欲落的月 那麼這個叫做反夫 聽到沒有 所以這句話我們大家記得 放下去盡量放 但是家庭職業的這個孩子 如果要培養 你當然不可以下去職業 聽到沒有 不可夫妻的感情 給他轉一個 轉做一個同參度優 這樣就會堆了 這樣就正確了 那麼呢 還有一點 有哪不用太高興 所以我們今天生化生 如果會剛好 不可以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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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生化生 你不用說一定像過去的人 就要配那個又減過了 聽到沒有 然後吃那個豆肉 不用這樣 你如果今天你的生化上 菜 什麼都會煮這樣 聽到沒有 如果六十日你就不要吃 這樣就好 那一頓不要吃 因為 畢竟我們佛道有跟我們說一遍 就是要秘補 保薩行的人六十日一定不要吃 要注意這點 不用說我今天就可以收行 我吃盡量吃較差 我這個說 佛道有沒有同意 我們這樣 不是吃很差 但是一定收行 度重性一定要有奶油的客戶 因為有國中的不一樣的境 所以我們不能說因為土中生 你不想起床來就這樣不行 這樣土受不痕 但是在生我不用悶痛 說我怕去受痕就要受苦痕 不對 否則是不同意我們這樣 我說我聽到沒有 菜有哪要營養 聽到沒有 菜有哪要營養 最好三天煮這樣 如果比較分斷 你說在這煮就很麻煩 不過你也要營養 賣片不可以沒有 賣片你知道嗎 賣片不可以少 我今天是在的時候 我為了要比較緊張 我都泡賣片這樣 聽到嗎 泡賣片 所以營養要注重 那如果中到中 你不能再煮一煮 煮到一鍋這鍋 下鍋吃不完 還可以配 還可以配不完 還可以再放 我告訴你 我都泡一泡的餅菜都沒有營養 這樣不對 還有一鍋 富人人 因為有這個生理問題 你們那個 什麼 素物要吃 聽到沒有 素物一定要吃 不可以不吃 因為素物一鍋 如果是正常有很好 的話 當鬼的鬼心 鬼心你聽到沒有 不要用鬼腳 當鬼腳買 用當鬼的鬼臟 你再叫他幫你配 我告訴你 一鍋五十塊就很好 聽到沒有 那如果一個月 你現在沒有 看要吃三鍋 四鍋 身體夠用 但夠用 不是要做業的 夠用就是要行復薩 改善來去渡人 來去渡 聽到沒有 因為你今天身體 如果是魚 你撲在 像我要看我吃 所以我跟你說實在 就會渡過 會要睡 聽到嗎 如果是缺乏會餡 缺乏會餡 缺乏就會說 可以跟大家說 可以跟大家知道 所以我 我知道 我都試那個什麼 我試這個雪糖 雪糖 你們知道 要試我試一下 這樣 不只用那個 尖度 要渡一下 我把它轉下去 那個火把我們住這麼高 應該這樣 我沒有缺火了 聽到嗎 把我們住這麼高 稍微我轉下去 就這樣 就不太飽了 所以定義我的火 好像很積極 這樣 因為人的身體健康 做事情比較不會疲勞 但是我們是要學活的人 這句話的意思 就說佛陀 怎麼叫我們 不要受那個 不是正現行的苦行 就是身體過用 聽到沒有 但是身體過用 不是要作業 沒事 一般的反乎 身體過用 是要作業 我說你聽到沒有 那幾個月 不用再想解釋 身體過用 是要作業 但是我們今天 那期王生 就是為了要行菩薩 今天如果我身體 如果沒有用的話 一個禮拜這樣走 是不會缺錢的 你們了解嗎 真的不會缺錢啊 拜他就要對台北來 就要順便回去 這樣一世 年一年就是這樣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身體過用 了解嗎 身體過用 好好行 補足道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就要說 祝賀 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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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正現行 因為那些是無意的事情 無意義 這是叫做無意義 你知道嗎 如果是離開這兩項 比較叫做中德 絕對不能貪欲洗肝 所以有人以佛法的中德 是不留有極端的衝翼 現在這是另外一個意思 那麼佛法中的中德 是不留有極端的衝翼 也不留有極端的苦行 所以在這個苦樂的中間 求助 現在這句求助 這中的台東 這句話 還有話要說 折衷的態度 但是 這個是五花 五花 他們一定要知道 一般的人生 不是創悟的樂行 就是一味求你快樂 人生求你快樂 有人說這樣 說人生在那裡 你不快樂是要等何時 這句話 實不時就要聽到 這句話 這種就是創悟的樂行 但是 有的人是說 如果沒有就是客氣的苦行 這樣 這樣都不對 所以當初這個鑑爺 應該要把頭髮 聽到沒有 我鑑爺 什麼人你知道嗎 他一旦輸一票陰 在路上人不寒 人不寒記 有火 就不寒記錄 他一陣 吃一個飯 跟配一個水 他的苦行 是這樣 所以他第一名三十歲 就奧租去了 營養不良 賣的老 頭髮就不太小 照這個福利 他說 人的祖父是不對 因為我們人生父 要信任代謝 所以你用那 卡路里 營養 都要 這樣了解 但是我現在告訴他 粗粗 要做這個人 這個體質還不改變 會覺得頭髮脈脈 我告訴你 真的 會這樣 你不用怕 最久 六個月就變過了 因為這個神父 本來是 貴臭的神父 現在 只要到 縮小的神父 現在頭髮 還不可以接受 所以頭髮 有的人會 有的人買 了解 但是 半年過就變了 這個 貴臭的體質 就變成 清淨的肉體 清淨的體質 所以這段長 我們有一點 比較不如意 但是我現在 南中 南中應該 如果不是做什麼 科歷 南中應該 如果說 你今天不太好 所以說 現在應該 是都營養過性 因為南中 沒有這個生理問題 所以南中應該 不必先過補 這是實在的事情 如果 如果有生理問題 要補 這樣而已 但是我們 不必過頭褲褲 他們為什麼 才有三重 三重 我們也不太浪費 例如說 三菜 這樣 這種的生活 應該就很單純 還真有夠 三菜 一湯 還是四菜 一湯 但是那些菜 都新鮮 但是 不可以沒有豆腐錢 因為最近 我看到 這個日本有這個 他們不知道 衛生素 還是營養專家 他說 我們 豆腐 豆腐裡吃多 沒關係 聽到嗎 他說豆腐裡吃多 沒關係 還有香菇 吃多 會 控鹽 這樣 這是最近 香菇控鹽 是過去就聽到了 但是 以前這個 還營養專家 他還在說出來 不過現在香菇 很營養 一斤後兩百幾塊 應該是 如果吃下去 是 可以煮 現在過頭 是薄薄 不好吃 可以煮的人 用熱水 弄一下 軟下去就可以炒 聽到嗎 聽到嗎 所以這個就是 叫我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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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糖 貴粉的那個 不對 營養 很好吃 這個是 為何公道回來 但是現在是說 這樣 如果貴粉的 苦情 不對 如果是貴粉的 露 這個 贏不對 這樣 這個兩邊 極端相反 但是 鋼 是賣的 情 為粉 這種做法都不對 所以印度有那種 受苦情的人 也不對 現在在沖山來 這個苦情的人 也不對 這樣 這意思是說 這樣 改天有我們可以吃的分 我們就吃 如果沒有我們可以吃的分 主委 我們就不得意 我們也就要注重營養 這樣 因為有的人 福報比較好 有的人福報比較不好 你在沖山來 有時候 人們把人供給比較不夠 如果 或是多次的事實 如果有人要受苦 應該這些東西 都很重 我們財家 如果有時財要受苦 應該也不會 也不會去賓 不去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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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改天煮 改天吃 規矩要補充 你就買 你知道嗎 這就要吃 了解 所以 如果 這裏 這裏 是說 如果是過分的快樂 也不會 過分的快樂也不會 聽懂 收銀人 這個福總是能收起 撲索就好 不可以像早上 有的人都一年 都多人流行 每年都流行 買到三個一大堆 這樣有不去 有的人都等新婚 這書請請兩遍 我們去流行辦行就還買新的 像這樣不對 不行 這樣就沒效力了 再說 情有的風蟲 風蟲六行 這些就是一般的反覆 但是我們今天修行就不行了 聽到沒有 修行就不行了 那麼法國唱五六行的八邊 這樣有的人比較專訊 客氣的高興 這些兩項極端 那麼一般的人生情緒 都總是不出這兩種極端的專誼過程 你知道嗎 所以無論唱五的六行 還是客氣的高興 差不多都在這個情愛裡面 所以有的是缺到要死 聽到沒有 這句說 儘管在情愛 這就是人生裡面的反覆行 很缺的缺 有錢喔 但是我們很缺 這樣嚴重 所以這種人 是不能得到合力到自由 這樣 所以這個世尊 佛庭 這兩種極端 所以開始究竟 徹底的重度行 這樣 我們了解齁 這個就是正見為得人生 用正見來因得人生 所以我們本身絕對有一個正見 要注意這點齁 所以自己含小肝 有正見 有優秘負 所以這個負負就是正見 依負負正見 給我們做剪刀 這樣才可以改善 以鐵底才完成 所以這個就說 主義 不能重用 但是我們不用太過分的欺負 聽到沒有 這是在說這樣 所以不靠不露的重度 不是責中 是禮負的 這樣 是禮負 是禮負 所以這就是地語法 依負負正見 所以依負來因得我們修行 所以這個正見很重要 聽到沒有 所以衰順有法 可依提見法 我們今天先衰順佛庭的法 這個叫做什麼 信佛庭的法 因得自己 照法下去修行 但是將來呢 照法下去事件 時間到尾 比較慶負 造成這樣 這個叫做禮負 那種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今天 如果是沒有文 當然不能知道 什麼叫做禮負 一定要到文 到文一定 知道多少 我們就實在去修這樣 不但說聽著聽著 就把它放過 這樣不可以 好 明日正好